再來如果我希望增加幾個敘述 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輸入之後 假設我今天輸入幾個乘七好了 比如說輸入三個乘七 負一 然後三個乘七之後 我希望再多增加幾個訊息 就是我總共輸入幾個學生 共幾位學生 那我怎麼知道幾位學生 那我剛剛有提到你可以用L1N L1N就算幾個 你L1N刮胡把那個scope放在中間 他就會幫你算出 這個串列有幾個 剛好三個 OK 再來的話總分幾分 總分的話怎麼講 總分的話 在這邊一樣 他內線函數裡面有上 跟Excel一模一樣 OK 但是沒有平均 沒有平均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幾位學生 有沒有 把他除一除就有了 除完之後呢 就是說平均我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那最高分最低分 這個其實剛剛有提到 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你可能要在程式底下 再增加幾個訊息 共幾位學生 幾位學生的話呢 我這邊是什麼 共加中間串一個 那當然我要需要什麼 幾位學生的話用L1N 所以這邊加一個L1N 瓜弧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Score有沒有 放到這個L1N裡面 這樣的話呢 他得到的就是3 有沒有 剛剛有3個嘛 那只是呢 一樣的道理啦 要轉型 這個很重要 有的時候 大家如果你不轉型 有個方法啦 你不用加號 你用逗點對不對 可以啦 逗點你就不用轉型 OK 如果你要用加號的話 你就記得一定要轉型 大概就這樣啦 OK 所以這個是一種習慣問題 STR有沒有 轉型 OK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幾位學生 應該沒問題 加在這裡 然後呢 再來總分的話 就是把Sum裡面呢 加上Score就可以了 所以前面丟給一個變數 叫Total OK 所以把總分算出來 放在Total裡面 那平均的話呢 我再增加一個變數 叫AV區 等於Total有沒有 除以什麼呢 除以就是上面這個一樣 有沒有 除以 LEN的結果 記得不能轉型喔 你不要把那個 轉型完之後的結果方 那就錯啦 因為這邊一定要是數字 OK喔 那平均的話呢 可能會小數點 很多位數 所以如果要取到 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喔 可以用那個Format 好像前面我們這個地方喔 幾分的話 如果我假設不用Format的話 我用串接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變成這樣子 然後串一個幾分 然後總分的話變成 你要把Total放進來 放到這裡 然後這邊的話 可能還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轉型 不要麻煩啦 所以如果為了方便喔 我們一樣用那個Format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用之前講過那個Format 總成績 總分放在這裡 那我就用一個大瓜譜來表示 平均幾分 那平均的話呢 如果我裡面假設 希望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記得還記得 冒號 點2F啦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喔 然後呢 點Format的話呢 再把Total跟AVG 把它放到這邊 他就知道說 把它放進去 總分 他就會把總分放到這個位置 把平均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放在這個位置 OK 那底下的話 其他就是最高分 用MAX MINI的話呢 就是最低分 那這樣就完成了 執行的話 這樣執行應該是沒問題的 隨便輸入幾個成績 所以 三個人成績 總共三個 總分 平均 最高 最低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個動作的話 實際上 我當然在Israel裡面做的是非常輕鬆的 都看得到 但是在Python裡面呢 全部都要寫程式 OK 因為它沒有視覺化的那個畫面 所以變成說你要對資料處理 以後要應用的話 串列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串列 那其他我看 應該資料是沒辦法儲存的 然後沒辦法做運算 OK 所以未來這個串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再增加底下的這個敘述 那待會的話 我們除了串列之外 我還希望說 假設輸入成績 有點麻煩 你會發現說 老師為什麼每次都還要 這樣一個一個輸入 有點浪費時間呢 那我可不可以將來 比如像有時候 就是教務處 他已經把成績幫你算完了 然後會輸出一個檔案給你 那個檔案裡面的話 可能有全班的成績 那我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成績 從一個檔案讀到這邊來 然後放進串列之後 再做計算 輸出結果 OK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變化 會教各位如何讀取外部的檔案 OK 所以待會可能會模擬 你先產生一個空的文字檔 裡面的話 就是放所有學生的成績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成績 再讀到這裡面來 把結果輸出 就不用一個一個慢慢輸入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